大家好 晚安 捷運熊現場 我們帶你來關注到的就是這幾天 科技界的話題 蘋果還有大陸的國產智慧型手機 華為在同一天 不約而同大對決 好 首先要來看的是華為 在今天下午兩點半左右 是在大陸這邊 發布了他們的新機 在兩點半登場 而華為的常務董事長余承東 他首先先介紹的就是 最受矚目的這一款 三折疊手機 Mac XT非凡大師 並且他也親自解釋 這個品牌的命名的由來 另外在這個售價的部分 最高是要價台幣10萬元 那麼最低是台幣9萬元 余承東他非常自豪地說 這等同是把平板電腦 可以這樣折一折 然後裝進口袋裡頭 而且折起來非常的薄 只有3.6毫米而已 這就是全球首款三折疊一瓶手機 華為Mate XT Mate XT非凡大師 這個XT的 X是我們的折疊拼的書寫的首字母 T有多種含義 Triple是三折疊 Technology是頂尖科技 Chand也是引領未來的未來趨勢 中美兩國的科技大廠不約而同選 在10號這一天來大對決 華為是在今天下午舉行了發布會 首先他們揭露就是這款Mate XT 非凡大師是首度亮相在世人的眼前 好 剛剛也聽到了 余承東是相當的自豪 他也在這個發布會上頭大秀 Mate XT非凡大師的AI功能 這個AI功能他說非常的強大 不僅可以修圖而已 還可以幫你自動編輯 另外就是華為非常自豪 自己的這個天通衛星功能 也就是說如果呢 是在森林當中 或者是一些沒有被電信覆蓋的 一些比較邊垂的地區的話 不幸受困 也是可以通話的緊急聯絡救難人員 儘管說這個新款的三折疊手機 今天才推出 不過先前的預購買期已經非常的旺 截至到9月9號的晚間 8點半鐘為止累積 已經有312.8萬人來預購了 有消費者就說 不管怎麼樣 先搶再說 因為搶到就是賺到 要盜賣出手 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 好 當然現在就有人把它形容成是電子茅台 而現在也有網友發現 在盜的二手平台已經出現了黃牛囉 上看9.9萬元人民幣一支手機 不過對於今天的發布會 華為官方真的非常的保密 有工作人員先前就透露 在發布會場的召開之前 沒有經過授權 禁止開啟任何一部手機 因為其實這個手機 現在已經都到大陸的各個華為的銷售官方的商店裡了 他們要嚴防的就是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可能不小心提前先曝光了 一半三折疊手機 從一變成三 然後再從三變回一的過程 一 二 三 在無人之境更進一步 這時才發現 真正的寬是無邊無際 忘記什麼是寬 這樣OK了嗎 沒有 從一 九到三 很難 但更難的是 從三 回到一 好 剛剛看完了華為 我們現在帶你來蘋果 蘋果也是在台灣時間間的清晨 發表了他們最新的iPhone16的系列 這個一推出 當然市場上評價蠻兩極的 有人說這一次的主打功能 就是跟華為不謀而合 都是主打AI 好是說好了 要來AI的這個新的領域來 大PK嗎 這是蘋果的第一部AI手機 外觀上頭 iPhone16還有iPhone16 Plus 分別是6.1吋跟6.7吋 這一次的顏色是有五種 有黑白基本的這些色系 還有粉 綠藍五種顏色 性能上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新機 搭載3奈米 A18的晶片 設計上頭 側邊新增了相機的控制的按鈕 也就是說 立刻就可以拍下照片 眼前索機 馬上幫你記錄下來 另外還有 ChatGBT的解答的問題 還有之前一直被這個 果粉所詬病的散熱等等的問題 已經說有做好了改善 底部的散熱結構是採取 百分之百的再生鋁金屬 好蘋果執行長庫克 他就很自豪的說 下個世代的iPhone 從頭到尾都是專為蘋果智慧來設計的 這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新時代的開始 好 不過很多的果粉 其實他們是在亞洲地區的 都是熬夜在等待蘋果的發布會 當然現在市場的評價是蠻兩極的 有些網友就說 這個顏色不是很討喜 沒有什麼新意 設計上頭好像只有加強攝影功能而已 那可能在其他的功能的部分 跟先前的15其實是沒有差別非常大的 而另外呢 現在有個消息指出說 智慧功能是不是能夠獲得 中國大陸政府的開放 目前還不明確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大陸地區的果粉們 他們要使用的iPhone16 它的功能會不會跟其他國家的一樣呢 那現在目前還是不確定的 好 來看到的是這一位 他同樣也是果粉喔 因為先前就被一些外媒 包括南韓媒體踢爆說 其實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他也曾經擁有過蘋果手機 而且他的是特製版 因為不能夠在北韓裡頭 秀出蘋果的logo 所以只好幫他設計了一款 特別的蘋果手機 而現在北韓媒體就報導了 金正恩他在9號的時候 是對指揮部發表演說 表示北韓是不會放棄核武 而且還會持續強化核武的發展 因為他認為這是必要的自我防衛 北韓在9月8號的時候 是慶祝建政76週年 但是沒有看到金正恩露面 直到9號北韓官媒發表了一個新的影片 金正恩是從豪車上走下來 一路走進了大禮堂 攝影機甚至還是以仰角拍攝 就像是好萊塢大片的拍攝手法 是前所未見的嘗試 而金正恩在9號的時候 是對政黨的幹部來發表演說 提到北韓絕對是不會停止核武的開發 同時也強調永和是保障國家的安全 免受敵國的威脅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全球現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在這附近喔 你沒有感到的 對頭靈力 你沒有感到的 是我 我可以去而已 那坐在這塊